为了感谢医护人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辛劳 Filling 18巧克力工坊与普利正公所 发起捐赠生土师 感谢普利正所有医疗院所医护人员的辛劳 今日也举办记者会的活动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毛董事长 用大家最喜欢的生土师 还有绿瓜式的咖啡来慰劳我们的医护人员 在疫情当中 其实医护人员他们在医疗的过程当中 还要承受自己有可能会被感染这样子的风险 所以实在是非常的辛苦 最后也谢谢毛董事长 用实际的行动来表达对他们的肯定跟支持 先议员业人创除了感谢毛董事长 关怀医护人员的用心之外 也感谢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 能够守护民众的健康 让我们能够逐渐地走出疫情影响 在后疫情时代 得以逐渐让南投观光以及产业逐渐复苏 朝下一个阶段来发展 那我想要呼吁我们的南投县的所有的朋友 来感谢我们的医护人员 也谢谢他们守护我们的健康 谢谢他们让我们台湾的疫情 能渐渐地束缓下来 然后朝向后疫情时代 不管我们南投的经济 我们南投的旅游 南投的观光 能朝下一个阶段继续发展下去 先议员王彩云感谢所有医疗院所 在疫情期间为民众健康把关 也感谢毛董市长对于公益事业不予一利的付出 尤其在我们疫情当中 最辛苦的医护人员是最辛苦的 那整个铺里 我们由我们毛董在 真的一个很好的企业家 对于社会的回馈这么用心 这么认真 我们真的值得我们佩服 也值得我们来学习 先议员王世帆感谢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守护民众的健康 也感谢毛董市长关心医护人员的辛劳 让医护人员备感温暖 所以这两年也感谢医护人员 对这个疫情的防护之后 让我们整个台湾整个埔里 防疫也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也非常感谢我们18度期的毛董 来做这个捐证这个吐司咖啡 来让这个医护人员来备感温暖 台湾疫情在医护人员的守护之下 逐渐的区换 副医长潘一全感谢所有医护人员守护民众健康的用心 也感谢费令18巧克力工坊毛董市长 能够关怀辛劳的医护人员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记者陈维一 普理珍采访报导